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每一次的表演 我都会把它当作是 我的演唱会来认真的对待 我把每一场表演 都当作是在演唱会的感觉 其实我应该是在13岁开始 就已经在开演唱会了 但她是这个样子 我会把路过买菜的阿姨 还有出来散播的大爷 甚至是刚放学的学生 当成我自己的粉丝 我会想他们手上 举的宣传业是我的海报什么的 我会想他们在喊我的名字 给我加油 不管表演的地点 或者是台下是谁 首先我自己要做到 对自己的表演负责 因为舞台是不分大小的 这些经历恰恰也是让我 慢慢变得更强大的一个原因 我在慢慢变强大的同时 我的野心也在慢慢地扩大 回答介绍 快乐男生全国六强王光宇 因为我想 有一天 我要开一场属于王光宇 真正的演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